还有我们仙女老师的粉丝团 就是加油团 因为这一次公司完全都没有帮仙女老师买广告 所以这叫自然流量 你们都自己跑来 吓我一跳 因为想说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要po流出 哎 发现满了 那就不用po了 所以意思就是 仙女老师在各位很多的外宾心目中 应该是有一定的分量 甚至他的温暖 温柔 温暖 还有他的一些形式风格 让大家非常的欣赏 大家要能够考上高中老师 如果了解一个高中教职 是多么不容易啊 只有两% 就是一百个录取两个 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在教职的生涯 转战了以他自己更擅长或者是更喜欢更热爱的一个企业训练 跟外部的一些演讲活动来做他的教育工作跟企业实力的推动 那我真心觉得在过去这应该可能认识八年多了 我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脸书的加入的状况 八年前呢我就认识仙女老师 那在很多的课程的场合 因为我们热爱学习常常会遇到 那遇到之后呢我们就会交流 那交流之后呢大概就会去对仙女老师的家庭背景 或者是他的生命故事多一点的了解 越了解就越觉得他了不起 所以今天真心觉得值得让我们的为恶的伙伴 来听听仙女老师的这一堂课 不怕输就怕放弃 用他自己生命的经验 还有他走过这一条 不管是家庭 学习成长 还有学校 乃至于现在的社会 他的一些心目地层 那介入大家双手 欢迎心理老师 谢谢佳德哥